今天我們不是第一次來到監察院 早在2014年的時候我們就針對五大冤案 就是江國慶案、蘇建合案、徐志強案、鄭幸哲愛還有後豐大橋案 這五個案子因為法醫以及見識相關的見識還有包括測謀 種種的問題導致冤案一直不斷的發生 我們舉出這五個指出法醫或者是鑑定人在他們在做司法科學鑑定的時候 種種嚴重的失誤甚至有違法的地方向監察院提出陳述 中間起始跟監察院來來回回 我們在2014年提出的時候在2015年監察院很快就給我們一個很簡單的回函 意思就是說有些案子已經過期了 有些案子他們現在停止調查 最後在上個禮拜應該是上上個禮拜 許志強這個案件我們認為是非常明顯的 而且法院也經過在鑑定之後 認為蕭凱平法醫的這個鑑定是非常有問題 而且是一個非常 法院會判決死刑的這麼嚴重的案件 監察院終於做出了一個調查報告說蕭凱平法醫他這樣的鑑定是有問題的 而且是有很大的問題最基本的科學原則的不符合 那不符合的原則的情況之下 我們覺得那當然監察院遇到他的質詢就是要提起彈劾 那非但沒有提起彈劾 還講了一大堆非常奇怪的理由來幫他開脫辯護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在這邊還要繼續在召開 已經是第三次針對這個科學鑑定第三次的記者會的原因 蕭凱平法醫對於江國慶案件、蘇建合案件跟徐志強案件 都是提出非常荒謬的法醫見解 那麼像江國慶就是因為蕭凱平法醫 他根本不是DNA的專家 卻是錯誤的解讀DNA 造成專案小組認為江國慶涉案 造成整個江國慶後來被判死刑然後被執刑 蘇建合案 他竟然出具完全沒有任何科學根據 只是因為說刀痕不同就認為說是有不同的刀的指數 而他自己的報告 他自己在學術上的投稿跟他在法院的作證完全相反 徐志強案也是非常的荒謬 這一些都是為了配合法院 因為徐志強案 他竟然敢說 當時候那個犧牲的案件是因為有潑硫酸 潑硫酸跟徐志強如果是的話 共同被告說徐志強因為有購買硫酸 可能會過成共同證患 可能會有判死刑的問題 但事實上當時候的楊日聰法醫說是有火燒 不是用硫酸 蕭開平 法醫竟然在法庭上說 在溶硫酸 手禁在溶硫酸兩小時 皮膚也完好毒出 這樣講為慘的荒謬 這樣的情況 根本他沒有看到整個有關現場 有關做病理的檢查 只是看了相片 竟然可以提出鑑定報告 而且跟當時的法醫做不同的見解 因為我差點被他害死 我在想為什麼只要當個官 犯了錯就都不用負責 可是我們一般老百姓他想沒有犯錯 他想盡辦法要定我們的罪 我覺得很離譜 為什麼他們還會想盡辦法幫他們脫罪呢 我覺得他犯了這麼嚴重的錯誤 為什麼還要幫他脫罪呢 我還有蘇建合 還有江國慶他們這幾個 算是很幸運的 我們是因為有 一件事還會有很多團體在幫忙 才有辦法去找一些專家跟學者 來上法庭來反駁他的鑑定 那還有多少人沒有辦法 沒有人幫忙 你就知道還有多少錯誤的案件了 那我們最早提出陳述書的時候 監察院說案件司法還在調查中 所以不予調查 暫停調查 結果案件確定後 再用時效這個理由來說不用究責 那現在其實還有真信責案 還有後峰大橋罪橋案 台中高分院這邊的兩件重大冤案 正在進行中 監察院同樣以司法調查中 所以停止調查 那我們想問 那等到兩個案子有機會水落石出之後 監察院難道要再拿實效來說 所以這些錯誤的法醫 瑕疵的法醫 不需要負責嗎 基本上 現在經過在民國104年以後 5月20號以後 休華的公務員懲戒華 他的規定裡面有9種公務員的懲戒 這9種公務員的懲戒裡面 用簡單的話講 新的降級、檢縫、華原 既過、申戒 時效是5年 但是種的免除職務 徹職或休職 基本上 休職是10年 其他兩個沒有時效 監察院負責彈劾 有沒有時效的經過 是工程會的職權 為何 為何監察院可以說 他是屬於比較親的 這不是他的職權 他憑什麼說 而且牽涉到人命 牽涉到判死刑 為何說這樣的一個監察院 可以說他是比較親的 監察院的調查報告說 這樣的鑑定實在太離譜了 但是千方百計 就是要用時效這種程序的手段 不要讓他受到彈劾 這樣在人民的眼中 在徐志強的感受來講 在徐志強家人的感受來講 其實就是關關相戶 這樣一直包庇到底 實在是讓我們覺得 他們已經完全不是人免討員 這是我們今天在這邊 召開記者會的原因 尤其是 主責調查林雅峰委員 還有方萬富 江明昌兩位委員 一位是法官出身 兩位是檢察官出身 其實都是舊時代官僚 他們就是這樣子 派案的司法才會不受人信任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提出這樣的訴求 希望監察院 除了自己能夠好好檢討盤情之後 我覺得這幾位委員 特別是主責調查以及法律賓解委員 必須要立刻辭職下台 才能得得起國人